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6日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晚上 我繼續跟大家揭露 這一節是要揭露 香港 其實 是存在著很大的矛盾 這一節也是內幕揭露 我們也 其實是獲得 來自親建制陣營的人 很多內部的訊息 大家也不需要覺得 是很出奇的 因為香港原本 就是有很多 原本是親建制的人士 在2019年 覺得政府做錯 他們有些人 自此變成了心王 又有很多人 繼續可能是隱藏其中 所以 其實 我們可以 獲得 很多裏面的想法 以及是資訊 其實是實屬正常現象 我們也從多個渠道 獲得訊息 其實 香港 政府現在 是內部 存在著很大很大的矛盾 當然我們說的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的建制陣營 不是純粹說 可能是哪個 某某高官 和另外一個高官之間的矛盾 作為已經在做官員的人 不是要面對特首選舉 又或者爭做局長 他們之間的鬥爭 主要是權力 的分贓方面 這個不是最主要的矛盾 我們說的是 香港政府 和香港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即是一大群 親建制的人士 那個矛盾 開始越演越烈 其中一個 近期比較明顯 的證據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我們昨天也和大家揭露過 這個是 搞運動 這個叫做 冰球協會 冰球協會 的事件 其實也正好反映 很多 親建制的團體 開始 難以容忍 覺得 香港這一班 港共的積極分子 不停 拿政治做鬥爭的路線 其實 到最後 不只是針對著 所謂的反對派 實際上 所有的人 包括明明是我們這些 支持政府 親建制的人 我講 他們的心目中 的對話 對白 他們內心一定覺得 相當之討厭 以及感覺被出賣 他們搞鬥爭 不要緊 如果我是一個藍絲 我又親建制 我又支持了你們那麼久 現在你們搞鬥爭的時候 隨隨便便 推我們出來 說要做犧牲品 你猜一下這班人 雖然 他們有這樣的下場 很大程度上 是他們自己申請 但是 你說這班人 你覺得這班人 會不會就這樣 吞了下肚就算了呢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 揭露內幕 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其實兩個都是後備戶口 大家記得訂閱了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做新聞 還有做時事分析 其實也相當之辛苦 我們也要繼續繼續做 因為 現在 這個 也是一場 重要的作戰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一下 也希望大家 記得一定要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支持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也請你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先跟大家繼續說一說 這個冰球賽事 到最終 國際兵聯 就是出來 澄清 說這個兵協 根本就沒有犯錯 這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 其實 國際兵聯 就是這個 運動賽的主辦單位 承認的責任在他們那邊 但是他們說是無心之失 因為技術人員 也曾經接收過 就是這個 再有國歌 即是義勇軍進行曲 的USB 但是技術人員 到最後選擇 不用USB 決定自己 上網 下載這個 就是香港隊的國歌 簡單來說 其實兵聯 就是說 這個香港隊的兵協 根本就沒有做錯事 整件事很好笑 現在 主辦單位 說他自己做錯了 是無心之失 跟這個 兵協是無關 但是 香港 就是倒轉 是香港現在這班 喜歡搞政治鬥爭的人 就是追殺 一個親建制的陣營 團體裏面的人 結果 裏面的人 越來越不滿 我又要比賽 我又要親建制 我又要符合你的規則 又要幫你宣傳 好了 搞完一樣 又搞一樣 到最後 有事發生的時候 你就推我們出來 祭旗 你推我們出來祭旗 也不僅 連這個國際賽事 都說 不關我們事 現在不是給 外國人 對付你 對付你的那些中國人 你說的矛盾 是不是越來越大 雖然 不是說大到我覺得他們會反台 但是 我們其實 真的經常都說 社會問題和矛盾 不會因為你搞了政治鬥爭 將視線轉移 就會沒有了問題 你只不過把問題掃到床下底 問題 你始終要解決 他們繼續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些 曾經是大大力親建制 組織和團體裏面的人 讓你這樣 讓一群積極分子 這群人又未必能夠代表 中共 讓你們這樣用來做鬥爭 讓你們這樣出賣 到底還有多少人 會 想幫你去效力 所以 只是從那個國歌和香港的體壇 你已經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一手 由這一群 所謂叫做港共政府 政府裏面的一群 搞積極鬥爭政治的人 開始把整個親建制的陣營 徹底破壞 這一種 被出賣的心情 和看法 是會不斷擴散的 其實我們真的早就說了 你會去相信那些垃圾局長 為香港服務 偶然 可能有一個半個 有一點點真心 這個 可能是會有 但是就算 真的 只有一點點 他很快脫 在一個 那麼恐怖 安裝的坑渠裏面 他只會瞬間 變成污煙瘴 同那班人只會同流合污 所以 你去欣賞一個坑渠裏面的某些人的一小片 所謂真心 只會對全世界人 造成威脅 你也對 所有市民 主要是藍絲 曾經支持政府的人 初訊政府的人 只是 出賣他們 兵協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們這節當然也不只是要說兵協 我們也是要繼續回來說這個 叫做明日大遇 我們 收到很多不同的 渠道和訊息 有充分理由相信 在建制的內部 建制內部不是說只是那些官員 是說很多 支持政府的親建制團體 又或者 支持政府的人 在這個陣營裏面 再次就著這個明日大遇 的問題 是有強力的反彈 原因 也很簡單 首先 對你香港政府的所謂施政 其實已經 是去到 徹底失去信心 由他們當初 大搞這個防疫鬥爭 用防疫作為藉口 我當時還乖乖地聽你說 你說要通行政就通行政 你說要 安心出行就安心出行 你說要疫苗 我也打了 當然是說一些藍絲 我每樣東西都做齊了 你說沒得堂食 我就乖乖地留在家 搞了一大輪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到最後 安心出行 好像董建華的 八萬五一樣 已經 不再需要使用 盧寵茂的賤人 原本說要共赴王泉 他現在就走去活摘器官 搞中港器官 互換 你說你是不是偶血 勃心勃命曾經支持過盧寵茂的人 你說是不是真的偶白泡 大大力支持他的防疫政策 現在他走去活摘器官 這群契弟是完全 把支持他們的人 那個真心 當成是垃圾 丟到堆填區 完全當你們 的支持 完全是事如無物 其實這個 在藍絲的內部 親建制陣營的內部 那種氣氛 和怨恨 正在不斷浮現 好了這還未完 搞了一大論 大家都知道香港樓市又下跌 庫房收益又下跌 有大量的逃亡潮 和移民出現 甚至乎 港元開始 都有壓力 全世界對香港的制裁 也都沒有放鬆 到底香港的未來你想做些甚麼呢 你的國際新方向又是甚麼呢 結果 並沒有任何的方向 港共政府 更加 原本跟你說要發展大灣區 發發展大灣區 又跟你說現在忽然之間要搞填海 填海 就拉著了大量的環保團體 覺得你在做的事 純粹在破壞香港附近的生態 香港明明還有很多地可以拿出來用 真的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爭議到底棕地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繼續使用 還有郊野公園的一部分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使用 不單止 所有的問題 做完了假諮詢 完全 把諮詢的結果 丟到海 丟到垃圾桶 在浪費 支持政府的人的心機 和時間 也不僅 還要無端端 一意孤行 你只是看回防疫的時候 防疫的時候 撥了大量的資金 進行利益輸送 這些利益輸送 跟香港 支持政府那群人心目中的香港長遠發展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心目中 香港的發展就是要繼續發展成為超級大都會 成為大灣區的一部分 成為廣東省的超級大都會 再做國際金融中心 樓價再升多一倍 令到他們賺到盆滿撥滿 天橋 和道路到處都是 他們心目中的幻想的香港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不是在做這件事 再去到防疫 你看到他們正在建 垃圾級別 低級 漏水 方倉醫院 然後又要動用大量 親建制的藍絲 包括還有肥媽 還要出來唱好 方倉醫院 這個根本 不是一直支持政府的人 心目中 香港的發展方向 香港 原來搞了那麼久 就是跟你說要住貨櫃 搞簡約公屋 垃圾方倉醫院 那些不僅 根本不是發展 還是直接 從庫房 把利益 運送 給不知名的人 你運送 給中國內地的貪官 中國內地的貪官 只會跟你起豆腐渣工程 錢 錢 全部運送到新加坡 新加坡又全部運送到英美澳加 你這樣 你不是在辜負 支持 香港政府的藍絲 到底你在辜負誰 你以為真是純粹在辜負 香港的反對派和民主派 要拉的拉了 要走的又走了 要被禁聲和滅聲 全部都滅了 你現在對付的 全部 全部 都是支持你的人 那些錢去了哪裏 你大大力給人建方倉醫院 做核酸 那些錢我告訴你去了哪裏 我們昨天 就是 抽了一些時間 去了逛街逛一陣 我告訴你去了哪裏 你的錢 就去了那些名店 Chanel ElloV Pata Hermes 為甚麼呢 我告訴你 我們走到名店的時候 真的看到一箱又一箱 人民幣 說笑而已 你看到一個又一個 說普通話的 暴發戶 在這些名店裏面 就是不停掃貨 不是開玩笑 其實隨便 可能走進去名店街陣 拍幾張照 可能也不小心拉爆了幾個貪官 然後他們就被自殺了 他們的錢 把他們的家屬 和親朋戚友 他們的錢 就是搬來英國 法國 在買名牌 不是開玩笑的 你回頭 再在百貨公司走到樓下 樓下是林保堅尼 波子 你又是看到中國人的面孔 在拿著這些車 所以你們再幻想 香港 香港 是會讓他們 發展 其實真的是在做夢 不是開玩笑 那些錢去了哪裏 就全部搬來這裏 變成Porsche 變成林保堅尼 變成Chanel Louis-Vadon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要找共諜很容易 這些都未必是間諜 這些肯定是 貪官的家屬 和家屬人 你隨便走入營店街 隨便 拍攝一下 隨時撞爆幾個貪官 的家人 然後他們就沒命了 所以不是開玩笑 他們 又要買東西 又要坐遮游傘 又要戴帽子 又要戴太陽眼鏡 很過癮的 大家想反間諜 不是很難的 走一下名店街 走一下 LV Hermes 大把 貪官的家屬肯定在 正常的打工仔 就算是香港 既得利益者 都不會經常 走到那裏掃貨 會去那裏掃貨的 我告訴你 只有兩種人 一是就是貪官暴發戶 一是就是沒有錢 要扮明媛的人 例如蔡天鵬 這種矛盾 以往在香港是不明顯的 但是 走到今天 我想真的是再蠢一點的人 再支持政府的人 再曾經 死心塌地 支持到底的人 他們 都開始 感覺到 不對勁 來到明日大嶼 差不多 是最後一斤稻草 為甚麼 因為這個項目 將會將香港 的財政 絕對是會拖入地獄 即是說 這件事 已經是最後一件事 不會再有下一件project 這件 就是要禁走的 這個系列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詳細報導 他們的矛盾 由來已久 現在也開始要爆發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